纸环王这部史诗集魔幻大片上映已经过去20年之久 画面特效放到现在依旧没有任何大片无法名人 即便后续补拍的霍比特人系列分数很高 但是也无法超越纸环王三部曲高 纸环王的小说写了12年反复修改了4年 在编剧上又花了4年 这部片累积耗了20年的沉淀才被搬上一幕 它被堪称西方四大名著之一 前面我已经解说过霍比特人系列了 今天小编继续为您讲解霍比特人后续的故事 想要完全看懂这部宏伟剧作 就必须先了解魔戒的由来 影片的开头导演就用一段旁白交代的明明白白 大魔王索伦还没撕开伪善面具之前 他以智者的身份以造福中土世界为由 和精灵族共同铸造了19枚魔戒 其中三枚是精灵族自己所打造 七枚送给了矮人王 剩余九枚全部赠送给了九位人类国王 这些戒指被注入了强大的魔力 他们利用魔戒来守护各自的种族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索伦在末日火山下 暗中铸造了一枚能控制所有戒指的至尊魔戒 索伦将残暴恶欲控制万物的野心 全部融住在至尊魔戒上 中土的和平世界逐渐被索伦的黑暗所笼罩 精灵女王第一个察觉到了索伦的诡计 他们摘下了戒指 而人类九个国王却受到魔戒的吞噬 最终成为索伦的傀儡变成没有肉体的戒指 为了抵抗索伦 人类和精灵联盟在末日火山脚下向罗多发起大决战 伴兽人大军从山坡上蜂拥而上 精灵爱龙王的一声令下 黄金铠甲大军万剑齐发向伴兽人发起攻击 茫茫然的大军即将正面交锋 精灵大军立即切换近战模式向伴兽人挥刀坦杀 就在众人为即将胜利而欢呼之时 索伦带着至尊魔戒加入了战场 联军根本无法抵挡至尊魔戒的力量 碾压性攻击一下把局势扭转到兽人一边 就连人类国王也被索伦一锤鸡飞在岩石上 受到重创的国王当场断气 王子伊西尔度来到父亲身边 索伦不想给他们机会想要赶尽杀绝 就在关键时刻 王子伊西尔度拿起父亲的断截 愤怒将索伦的手指砍断 至尊魔戒掉在地上被伊西尔度注意到 玻璃至尊魔戒力量的索伦泛起了白光 在一片爆炸声中瞬间消失 爆炸带来的冲击波先翻了在场所有人 最终联军战胜了摩多大军 落在地上的魔戒最终被伊西尔度捡到 为了以绝后患 艾龙王让伊西尔度将魔戒送入火山将其摧毁 可临到关头伊西尔度被魔戒诱惑 将至尊魔戒占为己有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伴授人的袭击 混乱中伊西尔度带上魔戒瞬间隐身 他趁机跳入河中逃离战场 在潜水的一瞬间魔戒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选择离开伊西尔度背叛他 没有魔戒的加持 他的肉体现身被乱剑射死在河里 至尊魔戒沉入河底沉睡了2500年 随着时间流逝这段历史演变成了传说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个霍比特人在河里钓鱼 其中一人跳入湖中偶然捡到了至尊魔戒 他们并不清楚至尊魔戒的来历 仅仅只是对视了一眼就被魔戒深深诱惑 史迈哥以生日为由要求同伴赠送给他 两人为了争夺一枚戒指开始大打出手 最终史迈哥活生生将自己的同伴掐死 对着戒指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史迈哥利用魔戒隐身功能 回到夏尔做了很多龌龊的事情 被族人赶出了夏尔的家园 被迫逼到迷雾山脉洞穴中依靠吃生鱼为生 由于长时间被魔戒侵蚀了灵魂 史迈哥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没有外界沟通他患上了人格分裂症 经常对着魔戒自己跟自己说话 他在迷雾山脉里静静地生活了五百年 彻底退化成一个四肢爬行的怪物 时间让他忘记了很多事情 甚至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咕噜在迷雾山脉洞穴中狗活了五百年 至尊魔戒能让他延长寿命 同样魔戒也会侵蚀他的灵魂 在五百年前他还是个年轻帅气的霍比特人 如今彻底退化成一个四肢爬行的怪物 不久后魔戒受到索伦的召唤选择离开了咕噜 他希望回到主人的身边 恰巧被前来探险的霍比特人比尔博剪到了魔戒 这样一来就和霍比特人的结尾刚好无缝衔接上 霍比特人依靠农耕为主居住在中土的边缘夏尔 他们天生矮小脚掌宽大 喜欢安逸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霍比特人前不能和矮人比公益 后不能和精灵比高贵 甚至和人类相比都相去甚远 但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 只是简简单单能吃饱一顿饭 午后能坐在沙发上享受阳光的惬意就心满意足 之所以霍比特人实在太过普通 所以甘道夫才选择比尔博作为探险队的一员 在探险回来的路上 甘道夫即使知道魔戒在比尔博手中 也没有揭穿他那善意的谎言 至尊魔戒由霍比特人守护胜过任何一个种族 比尔博回到夏尔代底洞一直持戒了60年 也正因为霍比特人普通道没有任何贪念 所以才没有被至尊魔戒的邪念所吞噬 霍比特人平均寿命是100岁 比尔博活到了111岁精神状态依旧不减 显然这是魔戒赋予他能量才活到今天 今天是比尔博111岁的生日 他的老朋友甘道夫远道而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还没到村口就被一群小孩堵住了去路 因为没有小孩能拒绝他那璀璨夺目的烟花 晚上比尔博把村里所有人都请来吃喜 烟花绽放酒过三巡后 比尔博站上舞台准备致辞 谁也没有想到比尔博为这天的到来也准备已久 他打算在此刻当着所有人面前偷偷带上魔戒消失 然后开启自己人生最后一段长途旅行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极为惊讶 甘道夫肯定知道他使用了魔戒隐身功能 他劝比尔博不要轻易使用魔戒 让他把魔戒留下来该旅行就去旅行 比尔博准备放下魔戒时却又一一不舍 突然打动肝火变得非常暴躁 对着魔戒说出了和咕噜一样的话 甘道夫用灵魂呐喊叫醒了迷失的比尔博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枚戒很有问题 清醒过来的比尔博决定放下魔戒的执念 家里的一切就交给自己的堂值佛罗多达理 比尔博下定决心把魔戒丢在了地上 趁天色还早带上行李就出发前往瑞文戴尔安度晚年 甘道夫知道至尊魔戒的邪能自己也不敢碰 将魔戒交给了男主佛罗多放进信封盖上了蜡印 什么也没有交代就急促地离开了这里 甘道夫需要证明这枚到底是不是至尊魔戒 独自一人来到米纳提利斯的图书馆 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最终还真找到了制造魔戒的记载 根据记录的描述至尊魔戒有一项防伪功能 在一百度的高温下会显示出魔多的文字 甘道夫连夜赶回夏尔江信奉丢进壁屋 果然不出甘道夫所料这是货真价实的至尊魔戒 索伦只是肉体消失灵魂依旧还在 至尊魔戒不毁掉索伦依然会席卷重来 另一边咕噜被半兽人抓到魔多逼问魔戒的下面 在严刑拷打一番折磨下 最终透露了捡走魔戒的就是居住于夏尔的霍比克人 索伦立刻派出九个戒铃前往夏尔抓人 消息很快传到甘道夫这里 事不宜迟甘道夫让佛罗多立刻收拾行李带上魔戒离开夏尔 他让佛罗多先到隔壁村的酒馆里等他会 自己则准备前往爱心阁 请求白袍巫师萨鲁曼的意见 这一席谈话全部被窗外在修剪花园的园丁山姆听见 为了防止消息透露 甘道夫决定让他和佛罗多一同踏上此次冒险旅途 这一路上山姆成了佛罗多的最佳辅助 原本甘道夫是来请求他的上司萨鲁曼的帮助 没想到萨鲁曼在关键时刻突然叛变了革命 甘道夫露出了非常无助的表情 两人二话不说来了一场隔空对决的打 小时候看这段打斗非常精彩的脸 长大后再来看感觉非常凄凉和狼狈 显然灰袍甘道夫不是白袍萨鲁曼的对手 甘道夫法杖被隔空夺走自然就没有了对抗的资本 萨鲁曼施展魔法直接将甘道夫关进了塔底 如此一来萨鲁曼也知道了魔戒在霍比克人手中 好在甘道夫提前让佛罗多和珊姆离开了下来 两人在路上恰巧又遇见偷菜的皮平和梅里两兄弟 四人在追逐中一起滚落山坡 此时佛罗多注意到前方有一阵阴生生的杀气向他们袭来 四人连忙跑到树下暂且躲避了起来 果不其然一个身穿黑袍的戒铃靠着嗅觉闻到了魔戒的气息 四人躲在树下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 受到惊吓的佛罗多就想要戴上戒指引伸起来 魔戒一旦被使用 戒铃就会感知到他的位置 关键时刻好在被山姆阻止了他的行为 皮平丢了一块树皮引开的戒铃 众人一直从白天逃到黑夜 戒铃在身后依然穷追不少 最终四人抢先来到一座码头上乘坐木筏才脱离的威胁 戒铃因为怕谁也就没有在追踪 就在关键时刻皮平可能喝得有点多 一下暴露了佛罗多姓氏身份 佛罗多连忙跑到皮平身边想要捕住他的嘴 慌乱中一个不小心被绊倒 魔戒刚好掉落袋在他手上瞬间隐身了起来 与此同时九个戒铃也感受到了魔戒的召唤 立即调转方向往酒馆方向而干 佛罗多带上魔戒进入了虚空中 他看到了索伦之眼再向魔戒召唤 这无意给索伦时时共享了魔戒的位置 佛罗多很害怕摘下了魔戒 被旁边的游侠一手拎起按在墙壁上 警告他不要再使用魔戒 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让他不要再等干道夫 此人正是我们另一个主角阿拉贡 之前砍断索伦手指的那位王子正是阿拉贡的祖先 阿拉贡是伊歇尔渡的第39代嫡孙 也是刚夺王国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刚夺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没有子嗣 现在的刚夺一直由当宰相的摄政王家族掌权 阿拉贡一直以游侠身份隐姓埋名在中途底层 所有人都以为刚夺王室血脉已经完全断了 阿拉贡是灰袍乌士甘道夫多年的好友 士甘道夫刻意安排阿拉贡来保护四名霍比克人 九个戒铃很快就杀到了酒馆 好在阿拉贡的帮助下四人才逃过一劫 阿拉贡带着他们来到精灵的领地 计划带他们去瑞文戴尔交给爱龙王来处理魔戒 晚上他们决定在瞭望塔停下来休息 就在阿拉贡出去探查周边的环境时 三个霍比克人升起了火开始做煲仔饭 被惊醒的佛罗多连忙踩灭了火堆 但亮光还是招来了五个戒铃 众人迅速拔剑开始戒备 最终还是被戒铃团团包围 眼看戒铃步步逼近 他们没有退路只能鼓起勇气战斗 山姆第一个被击飞晕倒 接着皮平和梅里也被一下拉开 佛罗多丢下武器害怕的往后一推摔倒在地 眼看戒铃步步逼近 佛罗多带上了魔戒瞬间隐身了起来 他看到了戒铃的真面目 即使是隐身戒铃也凭着感知一剑刺在了佛罗多身上 关键时刻阿拉贡带着火把冲出来驱赶了五个剑 戒铃的魔窟剑带有毒性 如果不及时治疗佛罗多也会变成索伦的鬼 阿拉贡没有办法拯救他 只能连夜带着他前往锐文戴尔寻求爱龙王的帮助 在途中他们遇见了爱龙王女儿精灵公主 精灵出场自带耀眼的圣光和BGM 亚文是阿拉贡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佛罗多已经非常虚弱 两人来不及轻轻抱抱举高高 亚文决定独自一人先带上佛罗多前往锐文戴尔 让自己的父亲爱龙王为他治疗 这一路上还是避免不了戒铃不断地追杀 终于在一条河里戒铃才停下了走路 戒铃怕水还是有点不敢脱 佛罗多用一辈子修来的福气躺在了公主怀抱 善良的亚文为佛罗多的伤势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另一边萨鲁曼通过水晶球与索伦展开了沟通 让萨鲁曼为其打造一只魔多兽人大军 他们在法宫森林不断砍伐树木 来作为打造铠甲兵器的熔炉燃料 为了弥补半兽人不能在白天作战的劣性 萨鲁曼利用伴兽人和哥布林杂交培育出一种新的强兽法 从尼巴里挖出来是会先撕开一层粘膜 强兽人可以说是伴兽人的升级版 比起伴兽人身材更高大更强壮 为接下来入侵中土世界做好充分准备 佛罗多在这里还见到了自己的叔叔比尔伯 没有魔戒的加持显然比尔伯老了许多 他在瑞文戴尔写货比特人冒险的经历故事 佛罗多看见夏尔的地图突然想家了 魔戒已经顺利带到了瑞文戴尔也完成了使命 该怎么处理这枚魔戒已经不是自己的事了 爱龙王召集了所有种族前来商量如何处理魔戒 以及抵御魔多大军即将到来的入侵 这是关乎到中土世界所有人的命运 爱龙王让佛罗多把魔戒放在石桌上 第一次看到至尊魔戒大家都被他的魔性深深吸引 唯独佛罗多放下魔戒松了一口气 刚夺宰相的长子伯罗米尔第一个站了出来想要拿走魔戒 甘道夫迅速用魔多咒与灵魂呐喊阻止了他的行为 爱龙王表示最好的办法只有把魔戒摧毁 话还没说完急性暴躁的矮人经历都不及了 拿起斧头对准魔戒用力劈了一刀 整个人被魔戒力量反弹在地上 显然武器是摧毁不了魔戒 魔戒是末日火山的戎将所铸造 只能把他送到末日火山将其摧毁 而末日火山的位置恰巧又是魔多索文之眼的老巢 大家都不愿意去 谁也不敢冒险去白白送死 就在众人还在为魔戒争吵之时 佛罗多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单子 其实甘道夫最不愿看到佛罗多再次冒这个险 甘道夫第一个站了出来要协助佛罗多这次冒险旅途 紧随其后阿拉贡也自愿加入队伍 还有精灵王子莱哥拉斯和矮人经历 为了刚夺的荣耀波罗米尔也加入其中 当然还有佛罗多出生入死的三个好兄弟 九位魔戒护卫队算是成立了 在出发前比尔伯赠送了两件宝贝给了佛罗多 这两件宝贝是一把刺钉剑和一件密营甲 看了霍比特人的都知道刺钉剑在遇到伴兽人的时候 就会散发出蓝色光芒的提醒 而这件密营甲的来历对于比尔伯来说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当年这件密营甲是索随为了见证和比尔伯的友谊赠送给他的 密营甲轻如红毛刀枪不入还救过比尔伯一命 而索随如今却永远离开了比尔伯 他希望密营甲在护戒路上也能保护自己的侄子 佛罗多刚解开钮扣比尔伯就看到魔戒极其兴奋 他表示还想最后再好好看一眼 毕竟比尔伯持戒了整整六十年 佛罗多看出了比尔伯的异样赶紧把钮扣系上 昏暗的地下城内大量的伴兽人蜂拥而至 他们从四面八方袭来 刚刚成立的远征队伍就遭到了伴兽人的围攻 九人面对无数个伴兽人根本招架不住 伴兽人发出刺耳的声音让人不含而立 就在众人陷入绝境之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嘶吼声 伴随着一道耀眼的红光正缓缓地向他们靠近 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伴兽人不得不放弃围剿 纷纷开始胆怯从四面八方做鸟受散 预示着还有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 波罗米尔问甘道夫前方是什么来头 甘道夫屏息灵神用心灵赶至前方未知的风险 对强大的恶魔他们只能趁早逃跑 即使甘道夫也没有十足地把握击败严 他们计划向摩瑞亚的矿坑里甩开它 波罗米尔率先到达矿坑 这里到处都是残桥断壁差点坠落悬崖 幸好被及时赶来的莱格拉斯一手抱住才捡回性命 甘道夫让阿拉贡带领众人通过大桥甩开炎魔 因为他们的剑对抗炎魔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阿拉贡抱起山姆用力将它丢向对面 倔强的精力表示矮人不需要别人扔 此时桥面又开始坍塌了一部分 这个距离已经无法再跳过去 现在剩下佛罗多和阿拉贡还没有拖起来 炎魔越靠近石桥就越来越震动 一块巨石从上方坠落砸断了他们的队 石桥下面开始不断爆裂 快却贪汗 两人站在石桥上面不断前后左右摇摆清醒 阿拉贡让佛罗多把身体向前清醒 果然石桥受到重力往前倾倒 下桥刚好和对面石桥碰撞在了一起 二人才顺利拖起来 炎魔的火焰已经烧到眼前 甘道夫让众人掀过桥 自己则留下来对付他 炎魔猛然跳起露出真容身形巨大物 张开血盆大口向众人走 他浑身布满了火焰 所过之处都在燃烧 炎魔属于堕落的麦雅和甘道夫是同一个级别 数千年前再一次大战中当了逃兵躲避在摩瑞亚山脚下 一直沉睡了数千年 直到矮人族在山脉挖矿时不小心幻想了炎魔 有两位矮人国王就是死于炎魔手中 他集结了半寿人和食人妖常年盘聚在罗瑞亚 导致矮人失去了家园被迫逼到孤山 想要了解更多剧情就结合我姐说过的过敏客人来看 甘道夫独自一人停在桥中央你炎魔对抗 炎魔站起身姿烈焰在全身燃烧 甘道夫被炎魔卷入深渊已经成为事实 众人悲伤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但现在还不是缅怀甘道夫的时候 阿拉贡让莱格拉斯叫醒大家收拾好心情 在不赶路半寿人的军团很快就会追上来 阿拉贡担负起了远征队长的众人 带着众人走进了黄金森林的领地 精力让佛罗多到这里就要提高警惕 因为这里住着一位可怕的精灵巫师 只要看上他一眼就会受到精灵巫师的蛊惑 他表示自己不会怕他 因为矮人有敏锐的洞察能力 话还没说完就被精灵守卫用弓箭对准了脑袋 在阿拉贡一番交涉下他们被带到了卡拉斯加拉顿 此地的统治者是精灵女王凯兰崔尔和她的丈夫 精灵出场自带耀眼的圣光和BGM 凯兰崔尔是中土世界里法力最强大的精灵 阿拉贡就是凯兰崔尔的外孙 在岁数上凯兰崔尔的年龄起码已经有3000多岁了 所有人看见他都有点不敢直视 因为他这双眼睛能洞察出一切事物 阿拉贡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凯兰崔尔 他就知道了远征队伍已经失去了甘道夫 波罗米尔和他对视了一眼 突然不知为何就开始哭泣了起来 他明明正在和大家说话 佛罗多却同步听到了凯兰崔尔的另一个声音 众人在休息的时候波罗米尔实在有些难免 他告诉阿拉贡自己和精灵女王对视的时候 凯兰崔尔提到了他的父亲和刚夺王国即将灭亡 但是仍然还有一丝希望 他希望完成这次冒险任务后 阿拉贡能回到刚夺王国继承王位 但阿拉贡没有选择回答他只是笑了一下 在大家都熟睡之时 凯兰崔尔从佛罗多身边缓缓走过 被惊醒的佛罗多一路跟着精灵女王来到泉水旁 凯兰崔尔在泉水池里装了一瓶水 然后把水盗入了水盆中让佛罗多靠近观看 这盆水能看到未来和过去 佛罗多看到了莱格拉斯和山姆皮平两兄弟 接着就是自己的家乡下耳带底洞美丽的风景 突然画面一转和谐的家园被半兽人一把火焚烧了 他们无情地掠杀了自己的同胞 侥幸存活的人都被抓去当成奴隶 索伦之眼突然呈现在眼前 挂在胸前的至尊魔戒眼看就要被吸入水中 佛罗多利用强大的毅力一手把魔戒抓了回来 凯兰崔尔用意念和佛罗多展开了对话 告诉他如果这次不能摧毁这枚魔戒 所有在水盆看到的情景将会成为事实 他还告诉佛罗多远征队伍里有人想抢走魔戒 所有成员都会被魔戒吞噬心智 他让佛罗多把至尊魔戒交给他 佛罗多毫不犹豫摘下了魔戒身手就要给他 面对魔戒凯兰崔尔激起了内心黑暗 强授人对萨鲁曼宣誓效忠后 就穿戴上全新的台甲准备出征 目的是活捉四个霍比克人夺取魔戒 另一边远征队伍每人收到精灵赠送的披风 这种披风是精灵族手工缝制拥有极强的隐藏效果 还有精灵的压缩饼干 只要吃上一口就能填饱一个成年人的肚子 莱格拉斯还收到了凯兰崔尔赠送的精灵弓箭 提评两兄弟收到了精灵匕首 山姆收到了精灵绳索 凯兰崔尔问金丽想要什么 金丽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求能够多看一眼金灵女王的容颜就心满意足 最终凯兰崔尔赠送了三根金色头发给了精力 弗洛多收到了埃兰迪尔之光 在黑暗路上能给他带来光明 而他也决定要远离中途这个繁俗的世界 几个人划着小船顺着河流直下 强兽人军团一路在岸边上紧随而来 莱格拉斯和阿拉贡发现了强兽人在岸边追踪 命令大家加快脚步前行 他们穿越了刚夺的北部边境诸王之门 这两尊巨大的雕像就是阿拉贡的祖先 可见昔日的刚夺王国非常繁荣 阿拉贡和波罗米尔也是刚夺的子民 看到自己祖先的荣耀内心无比激动 穿过诸王之门大家准备上岸整顿休息 阿拉贡提议不再继续沿河流走 计划穿过树林越过沼泽直奔摩托 谈话间发现佛罗多和波罗米尔不见了 波罗米尔独自面对佛罗多又失去了理智 经不住诱惑想趁机抢走魔戒 他很渴望得到魔戒的力量来守护刚夺子民 佛罗多打不过他只能带上魔戒隐身逃跑 波罗米尔没有得逞还摔了一跤 回过神后又对自己刚刚的行为感到很愧疚 带上魔戒之后佛罗多进入了虚空 他再次看到了可怕的索伦之眼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索伦吞噬 他很害怕赶紧摘下了魔戒腾空摔在地上 恰巧阿拉贡找到了他 佛罗多再也不相信任何人 让阿拉贡不要靠近他 因为他很清楚没有人能经受得住魔戒的诱惑 阿拉贡发誓会保护佛罗多的安全 但看到佛罗多手中的魔戒时也无法自拔 就要伸手去触碰之时 阿拉贡合上了佛罗多的手 并且向他保证会跟随他到底 此时强兽人又派出另一路去寻找破比特人 阿拉贡拿起配件独自一人面对强兽人军团 强兽人向他发出嘶吼挑衅阿拉贡丝毫不畏惧 他边打边引开强兽人 经理和莱格拉斯迅速赶来帮阿拉贡解围 佛罗多藏在树下被批平两兄弟找到 批平让他赶紧过来和他们一起逃出去 此时佛罗多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一个人完成使命 为了佛罗多安全两兄弟冲了出去来引开强兽人 但很快就被敌人团团包围 批平和梅里直接被伴兽人掳走 还好萨鲁曼给伴兽人下的命令是活抓 因为他也不知道至尊魔戒到底在哪个霍比特人手中 波罗米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抓走 他已经尽力了强兽人临走前还要赶尽杀绝 就在拉满弓箭就要下手之时 阿拉贡飞速赶来将强兽人扑倒在地 伴兽人军团已经全部撤离 阿拉贡急促地跑到波罗米尔身旁 在弥留之际他向阿拉贡忏悔自己没有保护好霍比特人 阿拉贡安慰波罗米尔说你的英勇作战有目共睹 以维护了刚夺的荣耀和尊严 最后向阿拉贡坦承了一切 他愿意跟随阿拉贡做他的臣名 他承认了阿拉贡就是刚夺的领袖 刚夺的国王 阿拉贡双眼含泪送别了波罗米尔 又是同样的情景 他终究还是没能活过第一步 在权油里他同样也是活不过第一步 佛罗多看着手中的魔戒陷入了沉思 他真希望魔戒不在自己手中 但想到甘道夫为远征对而牺牲 又下定决心一定要摧毁魔戒 佛罗多决定独自一人踏上远征路途 而憨厚老实的山姆急促地跟了上来 他答应过甘道夫就一定要做到 无论如何也要跟随佛罗多和他一起分担责任 佛罗多并没有停下船来反而加快了速度 他不想连累山姆和他一起冒险 山姆没有顾虑那么多直接走向深水区 即使自己不会游泳也不愿意放弃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沉入湖底 伴随阳光慢慢逐渐变暗山姆也快要窒息 一只充满希望的小手紧紧将他缓缓拉上 预示着山姆又迎来了新生 这不仅仅是山姆对甘道夫承诺过的誓言 更多的是反映山姆对佛罗多之间的友情 有了山姆这个最佳辅助 想必在接下来的路途应该会更加顺利吧 波罗米尔双手握紧配件躺在小船上 这是阿拉贡给他安排了简单的葬礼 他的尸体随着瀑布直流而下 消失在急促的河流中 莱格拉斯让众人赶紧跟上佛罗多和山姆 阿拉贡表示我们都帮不了佛罗多 决定放弃跟随摧毁摩羯的远征队伍 金利表示远征队伍已经彻底失败 让大家赶紧分行里走人吧 阿拉贡表示任务并没有完成 三人决定追上伴兽人的队伍去 营救另外两个霍比特人 佛罗多和山姆站在高山上仰望摩多的方向 没有其他人保护的远征队伍 未来的风险一定会比前面的路走得更加艰难 萨鲁曼正在慷慨激昂地坐着战前动员 一场旷市大战即将到来 请客间塔下的伴兽人军团掀起一波轰动 面对入侵中途世界他们早已饥渴难难 与此同时萨鲁曼通过水晶球与索伦展开结盟 双塔联军正在叙事待发 这座黑塔被立在末日火山脚下 而索伦的魔眼就承载在黑塔的顶端 他与萨鲁曼爱兴格乌师塔并称为骑兵双塔 重达上千吨的摩多大门被两只巨兽缓缓拉开 摩多大军也在同一时间向洛汉国出发 而另一边还有一支伴兽人军团 正在快速穿过洛汉的边界 他们的目的就是将刚刚抓捕的两个霍比特人 送到爱兴格白袍乌师萨鲁曼手中 与此同时精灵王子三人也加快脚步跟上伴兽人队伍 他们要在伴兽人抵达爱兴格之前救下霍比特人 伴兽人闻到了几人的气味更是加快了前行 三人始终骂了半拍没有跟上伴兽人的队伍 他们连续跑了三天三夜再也坚持不住 决定在法共森林旁休息一晚 三天以来他们没有喝一口水进一口食 部分伴兽人因为饥饿提议要把两个霍比特人吃掉 顷刻间伴兽人意见不合激起了内惑 提平和梅里趁机商量逃跑计划 后在伴兽人正要对他们下手之时 背后一只长矛直接插入他的身体 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只骑兵团直接杀入伴兽人队伍中 他们骁勇善战装备精良 不用一会功夫就将伴兽人队伍全部歼灭 来格拉斯日观天象隐约感觉到昨夜定有杀戮 果然昨晚那只骑兵向他们冲了馆 阿拉贡不再躲避站了出来喊停了骑兵团 在阿拉贡的调解下双方才化解了将决 通过骑兵队长介绍他们是洛汉国的骑兵 由于洛汉国王被萨鲁曼长期受到控制 完全变成一个腐败的昏军 再加上身边叛变的军事捕获下 他们才被驱逐发配到了洛汉国边界 接着告诉阿拉贡他们昨晚消灭了一支伴兽人军团 并且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他们把全部伴兽人的尸体堆在一起放火焚烧了 临走前他们还赠送了两匹快马留给他们就冲冲离开 三人迅速赶到昨晚的战场上去寻找霍比特人的线索 在废墟中他们找到了霍比特人的腰带 众人开始极度悲伤了起来 就在阿拉贡在自责没有保护好他们之时 他发现了地上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通过线索发现他们并没有死去 而是闯入了可怕的法公森林中 而皮平和梅里两兄弟并不知道森林中的危险 这里的树木在法公森林里存活了几千年 遇到危险时会移动身体并且会用树语展开交流 很快两人被树精抓了的现行 由于法公森林不断遭到半寿人砍伐树木 他并不清楚两人是否和半寿人有关 于是打算将两个霍比特人交给白袍巫师做审判 听到白袍巫师两人一定就知道是萨姆曼 与此同时三人也进入了法公森林去寻找霍比特人 莱格拉斯敏锐地听到这些树母正在相互交谈 危险正在缓缓向他们靠近 启元拿起武器立即做好戒备 一道白光直射他们的脸庞 他们看不清楚前方的人到底是迪士尤 刺眼的白光缓缓散开众人才看清是甘道夫 甘道夫的出现让众人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 他不但没有死 反而进阶成为了白袍巫师 通过甘道夫的描述 当时和阎魔一起坠落深渊后 他和阎魔在虚空中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 和阎魔一路对战一直打了三天三夜 踏入了可以直上迷雾山脉最高峰的无尽之间 在山脉高峰上甘道夫击败了阎魔 但此时的甘道夫已经非常虚弱就此死去 而甘道夫的灵魂没有消散 而是直接被送去宇宙之外伊路瓦塔面前 他被伊路瓦塔赐予更大的力量 并返回中土世界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使命 甘道夫代替背叛的萨鲁曼晋升成为了白袍巫师 他已经安排树精将两位霍比克人送回夏尔 甘道夫得知萨鲁曼要从洛汉国开始下手 四人决定一起前往洛汉国提醒他们做好防御准备 连续跑了三天三夜终于抵达了洛汉国 此时西幽顿国王受到萨鲁曼的控制 陷入了迷糊状态并且神志不清 刚入大殿甘道夫就感受到了一股黑暗气息 他披上灰袍披风没有暴露白袍的身份 迅速让守卫将几人拿下 但被莱格拉斯和阿拉贡全部放逃 甘道夫迈着坚定步伐手持法杖走向国王身旁 他轻念咒语试图解除国王身上的魔咒 突然国王对着甘道夫嘲笑热讽 扬言灰袍巫师对他造成不了威胁 甘道夫立即脱下灰袍披风 一道圣光照亮整个大殿 利用法杖直接将附体的萨鲁曼分身给敲了出来 国王苍白的脸瞬间恢复了原貌意识也逐渐恢复 狗头军士葛立马被逐出洛汉国 大战即将到来 国王立即下令整顿军队保卫臣民 下令所有人一起迁移到峡口要塞圣灰 这座要塞一手南宫 拥有百米高的岩石城墙 曾经就保过洛汉王国几代人的安全 被称为永固陷落之城 甘道夫让阿拉贡几人先护送洛汉子民一同前往圣灰 自己则去召集那些被打散的洛汉骑士前来支援 跟阿拉贡约好在第五天曙光出现时 就会感到圣盔谷与众人会合 次日国王和阿拉贡几人带领老若妇如 踏上了迁移路 然而消息很快传到了萨鲁曼镇 他果断派出座廊骑兵对洛汉远针队进行伏击 国王下令让老若妇如先行 自己则带领战士们留下来杀敌 莱格拉斯率先用弓箭远程袭击了座廊 大量的座廊骑兵蜂而止 此时队友们也纷纷赶到战场 莱格拉斯轻巧地跳上精力的战马上 随同众人一起发起了冲锋 经过众人不懈努力终于抵达了这座要塞 一场人寿大战即将在圣盔谷中打响 护佣兵带着猛马像穿梭在洛汉国边境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马像在作战时杀伤力极强 三个霍比克人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阵型 就在众人还在感叹之时 忽然他们遭到了不明伏击队封袭 顷刻间将所有雇佣兵全部击杀 三人感到事情不妙急促想要溜走 还没走几步就被伏击队逮住了 他们把三个霍比克人抓回了阵营 原来他们也察觉到索伦正在筹划一场大战 作为人类他们也想担负其保护中土世界的责任 佛罗多将所有事情全盘拖出告诉他 当提到波罗米尔死亡的事情 男人却紧张了起来 原来他是波罗米尔的亲弟弟 也是刚夺宰相摄政王的二儿子法拉米尔 然而摄政王特别喜欢他的大儿子 波罗米尔在刚夺拥有极强的领导能力 摄政王早已把他的哥哥亲定为继承人 而法拉米尔的命运与他哥哥相比有着天壤之点 无论怎么努力就是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所以他内心一直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当时爱龙王召集所有种族代本去商讨会议时 法拉米尔也想一同前去 然而摄政王一直都没有给他机会去免贤 认为这项任务只有他哥哥去他才能放心 自己只能一辈子坚守这道要塞 他看到了佛罗多脖子上的魔戒 想要夺取魔戒送给父亲得到他的认可 就要下手之时山母挺身而出劝说他 告诉他你的哥哥差点被魔戒诱惑 但在最后一刻还是为了保护我们远征队而阵亡 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和荣耀 你现在的行为怎么对得起你大哥 这一番话让法拉米尔顿时感到愧疚 他决定遵从大哥的遗愿放走他们 突然佛罗多感受到了戒灵正在召唤魔戒 伴手人军团犹如潮水般蜂拥而上 人类只能边战边撤退 甘道夫手持法杖也加入到进战当中 他们又从黑夜守到了天亮 很多百姓的房屋已经遭到焚烧 老弱妇如更是死伤惨重哀嚎声响彻整个城堡 但所有战士们都没有丝毫退缩 只要还有一口气再誓死都要保卫自己的家人 甘道夫带着皮平在城墙上遭到戒灵的拦截 戒灵直接拔出魔窟剑 然后发出刺耳声音直接将甘道夫的房上震锁 就在戒灵挥动魔窟剑准备下手的关键时刻 远处突然传来援军的号角声 戒灵力急调转方向骑着地狱救鸟飞往前线 无数个骑兵援军从地平线缓缓来到战场 经过三日连日奔波落汉国的援军终于抵达了战场 国王眺望远处战场目测伴授人的数量 这一看密密麻麻的伴授人兵临城下 所有骑兵还没有上战场就以心惊胆战 伴授人的首领立即下令调转方向准备迎战 但洛汉的骑兵不会因为恐惧而选择退 马背上的硬汉只会倒在冲锋的路上 国王在将士们面前坐着战前动员古语士 国王的一声令下 洛汉国的骑兵随着冲锋号角声涌入敌群 一场至今无法超越的中土大战正式发现 看了这场刚夺之战 我终于明白了指环王为什么能做成奇幻电影的头把交易 这场战役也是我看过场面最宏伟人数最多的一战 上一集说到刚夺城遭到九个戒铃的袭击 伴授人大军利用葛龙狼头锤撞开了刚夺城门 没想到刚开战就已经进入了战争的高潮 就在刚夺即将遭到沦陷的关键时刻 远处的援军从地平线上缓缓来到了战场 洛汉国的骑兵经过三日奔波终于来到了刚夺 国王第一时间目测伴授人的数量 这一看密密麻麻的伴授人兵临城下 还没有上战场部分的骑兵就以心惊打汗 但洛汉的骑兵不会因为恐惧而选择退缩 马背上的硬汉只会倒在冲锋的路上 国王立即在将士们面前坐着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伴随乌云缓缓散台 也意味着这场保卫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这场胜利也是无数条生命换来的结果 战争结束后阿拉贡兑现了承诺释放了所有亡灵 他们伴随着清风随着硝烟漂浮在空中得到了安息 佛罗多被千年大蜘蛛用珠网缠绕全身 当蜘蛛准备将他打包带走享受美餐之事 同伴山姆手持星辰之光和宝剑及时赶来营救 他勇敢地和大蜘蛛奋力搏杀了起来 矮小的霍比特人在大蜘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虽然内心恐惧但他没有向蜘蛛退缩半骨 保护佛罗多不仅是山姆的使命 更多的是体现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 就算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山姆凭借不屈不饶的精神终于成功将蜘蛛逼退 当他撕开佛罗多身上粘稠的蜘蛛网时 他已经面目苍白毫无生机 山姆双眼含泪抱着佛罗多几乎陷入了崩溃状态 他不仅仅失去了共患难的好兄弟 也意味着远征对的使命宣告失败 突然地上的刺钉剑发出蓝色光芒 意味着危险已经慢慢靠近他们 山姆顾不了太多急忙躲藏了起来 果然几个胳膊灵文声赶来洞穴查看情况 他们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尸体 蓝蓝念着他没有死 只是中了蜘蛛的剧毒晕了过去 躲在暗处的山姆听到这句话后又看到了希望 为了保证肉鲜美味 他们立刻将佛罗多抬到高塔里面准备清醒 而山姆也一路跟随他们来到了高塔 佛罗多被扒光了所有衣物 两个哥布林为了争夺这件秘银甲争吵了起来 佛罗多发现身上佩戴的魔戒也被抢脱 突然两个哥布林为了争夺秘银甲大胆出手 引起了内容 山姆趁此机会顺利地进入了高塔 一路上来到了关押佛罗的禁闭室 他手持刺钉剑一下将三个伴兽人守卫击败 佛罗多第一时间为之前质疑山姆的行为而盗窃 惊慌地告诉他魔戒已经被伴兽人抢走 山姆不慌不乱地从口袋里拿出了魔戒 原来刚刚遇到哥布林的时候 为了安全起见他暂时替佛罗多保管了起来 当佛罗多让他归还魔戒时 山姆迟疑了几秒似乎也受到了魔戒的诱惑 但很快他战胜了诱惑将魔戒还给佛罗多 两人穿上了伴兽人的铠甲逃出了高塔 末日火山离他们只差一步之遥 可必经之路全是密密麻麻的伴兽人军团 还有索伦之眼在高塔上监视着每个角落 想要混入魔多通往末日火山已经极其困难 两人洋装打扮混入了伴兽人的队伍中 想必这样就能浑水摸鱼走过魔多境地 此时索伦的伴兽人大军依然还在集结准备向刚驳出发 他们因为害怕阳光所以用乌云笼罩了周围所有光线 两人跟着伴兽人部队走了一整夜 佛罗多虚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双腿发软 越靠近火山他受到魔戒的侵蚀就越深 带队的头领马上就要简约到他们这里 为了防止漏线山姆让佛罗多和他打起来制造混乱 趁着混乱两人侥幸从队伍中悄悄爬了出来 刚多一战已经取得了完美胜利 但佛罗多和山姆仍然还处在危险境地前行 经过众人一致商量他们必须要创造机会引开魔多大军 要为佛罗多和山姆争取更多时间和机会前往虎山 阿拉贡果断拿起针织水晶球向索伦发起零线 并且拿出伊兰迪尔圣剑挑衅索 告诉他埃西多第三十九代后裔阿拉贡正式向他宣战 阿拉贡带着残余兵力再次从白城向魔多出发 经过一路奔波他们终于来到了魔多大门 魔多派出一位头领前来谈判 并且拿出秘银甲告诉众人佛罗多已经被他们控制 阿拉贡根本不会相信他们的谎言 魔多大门缓缓打开十万大军倾巢而出 阿拉贡几人立即回到阵前准备开始迎战 十万半寿人大军从魔多大门倾巢而出 洛汉国的五千骑士被团团包围 阿拉贡在骑士们面前开始做着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越来越多的半寿人加入到了战场 双方都摆好正式等待冲冲的号角 阿拉贡回眸看向众人只说了一句为了佛罗多 就高举圣剑义无反顾的第一个冲向敌群 身后所有人都高声呐喊着跟随阿拉贡发起的冲锋 这场决战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佛罗多争取世界 更多的是为中土世界的和平而战 战斗刚开始半寿人就派出地狱旧鸟进行突袭 甘道夫念起咒语召唤出迷雾山脉的巨鹰来到战场 顷刻间巨鹰一下将所有地狱旧鸟驱赶出战场飞火的目标 此时所有人带着疲倦陷入了苦战 半寿人更是派出全副铠甲巨兽十人妖加入了战场 这场战斗虽然毫无胜算 但只要能为佛罗多争取一点时间 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也正是有了联军的吸引 佛罗多和山姆才得以躲过索伦之眼的誓言 末日火山的入口离他们仅有一不知遥 可两人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火山带来的热量 佛罗多更是受到了魔戒严重的侵蚀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虚脱非常虚弱 山姆双眼含泪抱起佛罗多鼓励他一定要坚持 丹姆用疲惫的身躯将佛罗多扛上了肩膀 他双眼抱红用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步一步的往火山入口走去 只还往里可以没有佛罗多但一定不能没有山姆 然而眼看入口就在眼前 一直渴望魔戒的咕噜竟然从身后扑了上来 一手将佛罗多掐住开始抢夺魔戒 山姆奋力用石块袭击了咕噜才挣脱束缚 随后两人缠打在一起纷纷滚落斜坡 狡猾的咕噜用锋利的牙齿咬伤了山姆的肩膀 佛罗多趁此机会一人踏上了末日火山入口 山姆一路跟随他也来到了熔江悬崖边上 他劝佛罗多刻不容缓赶紧把魔戒丢下去 只要将魔戒丢下翻滚的岩浆下面 那么中土世界的一切危机就能换来和平 一件时刻佛罗多的肉体和意识最终还是经不起魔戒的诱惑 临到最后一刻他带上魔戒消失在山姆面前 被魔戒深入骨髓的咕噜也来到了这里 他跟着佛罗多的足迹一个跳跃扑了上去疯狂抢夺魔戒 直到佛罗多手指被咕噜咬断他的身体才逐渐现行 最终魔戒被咕噜再次夺回 他欢心跳跃开始自言自语庆祝 佛罗多奋力再次冲过去抢夺 两人扭打在一起纷纷坠落悬崖 咕噜抱着魔戒放在自己胸膛一起掉入炽热的龙江 至尊魔戒终于彻底被摧毁 所幸佛罗多抓住了石头掉在悬崖的边缘 山姆追上来赶紧将他拉回到岸面 这边阿拉贡带着残余兵力仍然还在艰苦奋战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剧烈的轰动声 似乎末日火山即将就要爆发 索伦之眼的黑塔开始轰然倒下 看到这一景象所有人都知道佛罗多成功了 索伦之眼在坍塌的瞬间突然爆炸 魔多区域掀起冲击余波 顷刻间魔军所占之地全部开始陆续坍塌 半寿人军团也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伴随末日火山赫然喷发 所有戒铃也在空中遭到了火球袭击 佛罗多和山姆惊险地冲出了火山 眼前脚下的路全部被戎江所覆盖 就当他们无路可走之时 甘道夫骑着巨鹰来到火山前来营救 佛罗多和山姆被带到瑞文戴尔进行疗养 阿拉贡回归了刚夺坐上了国王的宝座 当他加冕戴上皇冠的这一刻 上千年没有开花结果的白圣树突然绽放出花瓣 最终持戒者比尔博和佛罗多 跟随凯兰崔尔一起上了天鹅船 他们被维拉神赐予奖励前往阿门州享清福 《指环王三部曲》的故事到这里就落下了帷幕 精灵 人类 矮人 相隔20年《指环王史诗集》大作系列 终于以连续剧形式再次被搬上荧幕 无论是宏伟的场景还是震撼特效 很高程度上都延续了《指环王六部曲》的风格 本剧是影史上耗资最贵的剧场版本没有之一 据说总投资高达30亿 每一集的耗资都超过全游的6个制度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指环王前传》的故事 《力量之界》整个故事背景时间线发生在第二纪元 比我们熟悉的《指环王》和霍比克人还要早几千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女主凯兰崔尔还是个幼小的经理 她是留在中土大陆里最强悍的女经理 阿拉贡几人看见她的时候都不敢指示她 因为她这双眼睛能洞察出一切事物 回到剧情中 导演用镜头交代了第一纪元的故事背景 居住在维林诺的精灵这时候还没有接触过黑暗 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描述死亡的词汇 凯兰崔尔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玩耍 她折了一艘纸船放入小溪渐渐舒展开 调皮的小男孩带头用石头砸向纸船最终沉入了湖底 几人发生争执铲打了起来 凯兰崔尔被哥哥芬罗德叫到一旁叫道 告诉她小船之所以能浮在水面 是因为她受到光明的引导始终保持往上看 所以才不会被水下的黑暗所诱惑 但凯兰崔尔反问她 有时候水面上反射的光线和空中的光一样明亮 这时候我该如何辨别往上看还是往下看呢 哥哥在她旁边耳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 但后面的剧情会揭晓 随后哥哥带着凯兰崔尔准备回家 维林诺宏伟的城堡首次出现在眼前 旁边就是两颗照耀整个维林诺大地的金属银术 相当于我们的太阳和月亮 大魔王魔狗斯非常痛恨这种光源 很快魔狗斯带领大蜘蛛放下剧毒 将双胜数摧毁 整个维林诺失去了光明陷入了一片黑暗 所有精灵召集在一起组建了一支军队 他们高举圣剑宣示要将黑暗势力赶尽杀绝 精灵大军乘船从维林诺出发前往中土大陆讨伐魔狗斯 一同前往的还有天上的巨鹰 第一纪元的大战终于爆发 精灵联合人类在倾盆大雨中对抗伴兽人大军 这场战争从局势来看联军敌不过黑暗势力 凯兰崔尔的哥哥在奋战中被兽人团团包围 天上的巨鹰也被地狱就脑一一击败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数百年 精灵和人类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并且留下无尽伤痛 最终魔狗斯被击败 大战过后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纪元 但是伴兽人依然分布在中土大陆每个角落 群龙无首的伴兽人很快就集结了起来 他们听命与魔狗斯最忠诚的手下第一大将索伦 索伦第一次在剧中短暂地露出了深意 凯兰崔尔的哥哥芬罗德发誓要找到索伦并且消灭他 结果不料被索伦提前找到杀害他 并且在他胸口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这个印记的含义据我所知应该是索伦集结黑暗势力的象征 凯兰崔尔接过哥哥的佩解 发誓要为哥哥复仇并且继承他的遗愿 魔狗斯与党一日不除将来势必会卷土重来 他组建了一支精灵小队 一直往北方向寻找索伦踪迹并且消灭他 他们从林顿出发一路翻越迷雾山脉来到佛洛德地区 几个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镜头体现了时间慢慢在流逝 从小南海口中得知远征队已经走了上百年 但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奥克军团的一切现实 他们已经厌倦了漫无尽头的寻找 凯兰崔尔露出坚定的眼神 告诉他们找不出索伦他是不会罢休 穿行在狂风暴雪中 突然最后一人承受不住刺骨般寒冷躺倒在地 红伴健壮立即要求指挥官停止前行 为了能让队伍继续前行他将自己的外套批给了男人 此时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 要求指挥官放弃搜寻打道回府 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座高耸如云的废弃药赛赫然显现在眼前 远征队花了近上百年时间终于找到了黑暗势力的集结底 这是魔狗斯战败后半兽人集结的敌方 进入药塞就已经失去知觉 凯兰崔尔告诉众人这里的邪气太重 就连手上的火把都散发不出温度 显然药塞的温度要比外面的狂风暴雪还要低 几人继续来到药塞中央寻找线索 阴森恐怖的气息越来越浓烈 墙壁角落里到处都是上千年的半寿人干尸 凯兰崔尔坚信这是索伦用妖术来创造某种力量 突然一滴雪花掉落在锻造台上瞬间融化 当他用一壶水洒在台面上时 却赫然出现和他哥哥胸口上的符号一模一样 这证明了索伦曾经一定来过这里 凯兰崔尔决定今晚就地休息 明月一早继续往北方向追查 化音刚落身后一只雪地石人妖缓缓走来 所有人拿起武器纷纷开始做好戒备 当他们缓步上前查看时突然遭到雪块袭击 巨大的石人妖一下将几名勇士打倒在地 凯兰崔尔及时赶来和小男孩打起配搭 用剑当作跳板一跃而弃砍下他的手指 伸手敏捷的他几个回合就将石人妖干了 经过这次冒险小男孩违抗命令不愿再跟随他 更何况他们已经厌倦了漫无尽头的寻找 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下定决心要回家 凯兰崔尔只好无奈放弃了这次远征任务 回到林顿他第一时间会见了好朋友埃龙 他将索伦留下的印记告诉了埃龙 并且告诉他自己打算向精灵王再申请一支部队继续搜寻索伦 埃龙提醒他将士们并没有违抗他的命令 而是第一次行动已经远超精灵王当初的计划 不过精灵王决定还是为勇敢抵抗黑暗势力的战士们进行了嘉奖仪式 颁发的奖励就是前往维林诺蒙福之地的一张船票 那里可以得到永生和享受极乐世界 精灵王并不支持凯兰崔尔历来的冒险一心想让他收手 当所有精灵为这张船票感到喜悦时 唯独凯兰崔尔愁容满面心有不甘 他背负着哥哥的誓言一定要找到索伦消除黑暗势力 但迫于精灵王的压力下他还是低下了头 凯兰崔尔只能憋在心里特别难受 晚上他们绽放烟花举行了欢庆活动 凯兰崔尔独自来到小树林站在哥哥的一项前倾诉 作为好朋友的埃龙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拿着两杯剩酒钱来开导他 凯兰崔尔再次向埃龙表明了寻找索伦的决心 埃龙告诉他应急不能证明索伦的存在 他相信邪恶已经全面覆灭 表示你已经战斗够久了应该好好休息 埃龙向他保证只要发现一点迹象 他一定会全力消灭追杀到底 凯兰崔尔被埃龙的承诺勉强安下了心 精灵王的命令他就不违抗了 次日他和战士们从徽港坐上了前往维林诺的天鹅船 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脱下了铠甲 他们对着西边瞩目着远方唱起了歌谣 伴随乌云缓缓散开一道金碧辉煌的盛光照亮了整艘船 意味着离维林诺蒙福之地已经不远了 越是靠近维林诺凯兰崔尔的内心就越挣扎 他看向地上的匕首想起了当时哥哥在耳语的回答 就在同伴伸手让他登案的关键时刻 他义无反顾跳入水中拒绝了前往维林诺 下定决心去继续自己未完成的使命 两个背着鹿角的游猎人走在荒野的山路上 突然身后缓缓站起来一堆稻草 原来是当地的毛角族人用稻草来隐蔽自己 等游猎人走远后 他们吹响了解除危险的哨声 其他的族人才从藏身的地方陆续现身 你要不仔细看 丛林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族长宣布确认安全过后 族人才正式开启了新的一天的生活 他们掀开炉灶和丰富的果实蔬菜准备做早饭 族长拿出一本厚厚的预言族书 里面记载着简单的象形的文字 他发现这次猎人比往年来的更早 游猎人后面跟随着两只狼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预示着下一个灾难即将来临 所谓毛角族就是我们熟悉的霍比克人的祖先 从他们的生活习惯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团结而又封闭的一个群体 很排斥外界的接触始终保持谨慎状态 整个族群一直都在迁途的路上 他们从洛瓦尼安最终会迁途到夏尔定居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当所有大人都在忙碌着新的一天生活时 一个名叫诺瑞的小女孩走出了安全区 她带着一群小孩来到废弃的农场采摘桑果 对于外界的环境他们充满了好奇 这些红透的桑果简直就是小孩解馋的滔天盛宴 就当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时 诺瑞却发现一个奇怪的脚印 当他上前查看时身后一只狼的身影赫然从山丘上掠过 一向警觉的他立马召集所有人赶紧离开此地 他们手牵手回到安全区时 一只满嘴獠牙的野狼出现在视野中 妈妈知道孩子跑出安全区后就显得特别不高兴 教导诺瑞说到精灵要保护森林矮人要挖矿人类要种地 但我们毛角族只要安分守己不偏一路线 才能免于大千世界的各种忧虑 随后诺瑞偷偷来到组长面前 只见组长仰望星空难难念着灾难就要来临 果不其然晚上一道流行划破了整个夜空 就连远处的精灵王也察觉到了这一场景象 诺瑞随着流星降落点来到了还在燃烧的巨坑 当他上前查看情况时 惊讶地发现巨坑内竟然躺着一个巨人 与此同时南方之地的人类也在同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 精灵们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安置了一座瞭望塔 他们是来自中土大陆的黑暗精灵 黑皮肤这个精灵叫阿隆迪尔 他们的任务是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和监视着人类 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人类在第一纪元大战中 他们屈服于魔狗斯这边 为了防止他们的后代再次步入黑暗 所以精灵要监视着他们 精灵和人类一直都是互相歧视 当阿隆迪尔走进酒馆例行检查治安时 所有人都用鄙视的眼神看向他 尽管阿隆迪尔也很看不惯这些人类 但在坚守岗位的日子里 他悄悄爱上了一位叫布洛温的女孩 却一直都不敢向他表白 回到瞭望塔中 他们收到了精灵王宣布战争时代结束的命令 所有远方的前哨战都要撤少 在撤离之前他打算和心爱的女人道别 可偏偏就在此时一位老人牵着一头牛来到他家 布洛温是村里的疗养师 他的牛生病了要请他帮忙看看 阿隆迪尔发现这头牛瘦骨如柴 但肚子又特别大 他好奇地挤出牛奶 却发现流出来的是黑色液体 老头说这两天牛吃了东边霍登村的草 霍登村是布洛温的老家 阿隆迪尔觉得事情蹊跷 一定要去查出原因 于是和布洛温一起往东边方向去一探究竟 此时布洛温的儿子趁妈妈外出 和小伙伴一同来到废弃的骨仓内 小男孩从地板下面拿出一把黑色的断剑 断剑上面竟然也有一个锁轮清晰的印记 布洛温和阿隆迪尔走了一夜 终于来到了霍登村庄 赫然发现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火海 两人来到废墟中却发现没有一个伤亡的尸体 整个村庄的人都莫名消失不见 当他们走进一处房间查看时 发现地上出现一个巨大的地洞 阿隆迪尔一眼看出这是一条被人挖出来的地洞 他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让布洛温赶回去通知所有人提高警惕 阿隆迪尔沿着深不见底的洞穴一直往前探查 他发现泥土里有怪物留下的掌印 突然前方一个黑影一闪过 吓得他急促加快脚步往回攀爬 仓促间不幸掉入湖水中泥湿了方向 他奋力潜水从湖底游到了空旷处 在一片草丛堆里他拿出匕首开始做好戒备 阿隆迪尔一直紧盯着湖底下冒出的气泡 一夜之间整个村庄被不明怪物摧毁 村民们也都莫名消失不见 他们发现屋内到处都被挖出地道 阿隆迪尔准备进入地道一探究竟 顾洛温也第一时间赶回自己的村庄 让众人赶紧离开 可村民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荒唐的谣言 毕竟上千年来村里一向都很和平 黑暗势力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是传说般存在 顾洛温很担心一个人在家的儿子 急促地赶回家中 发现屋内一片狼藉儿子也不见踪影 当他上前查看时赫然发现家里也出现了一个地道入口 索性儿子藏在炉灶里面没有生命威胁 他让母亲赶紧去寻找帮手 正当他要出门时地道内突然有了动静 他担心儿子的安危只好躲进了柜子 然后屏住呼吸通过缝隙看到了怪物的身影 一紧张不小心将柜子里的胡椒粉震 第二天所有人都带上物品来到了精灵瞭望塔避难 很快他们发现食物紧缺根本无法分配 再不解决粮食问题恐怕支撑不过明天 儿子提议派出一个小队回去村庄寻找食物 他相信白天应该不会出现伴兽人的身影 但作为妈妈他不同意这样儿子的冒险行为 决定召集猎人小队去打猎来解决食物问题 等妈妈离开后 西奥带上小伙伴悄悄回到了村庄搜罗 当临近傍晚晚载而归之时 西奥让同伴先带着食物回到瞭望塔 自己独自一人进入酒馆还想捞点什么 突然一个身影从他身后快速闪过 果然遭到了半兽人袭击 西奥潜意识拿出索伦的剑柄进行防卫 看到这把剑柄半兽人大失一惊 他用剑柄刺在自己的手腕上 沾了血迹的断剑突然冒出火花瞬间修复 西奥砍断了半兽人手指级忙跑了出去 另一边埃隆被精灵王派遣来到埃瑞吉安精灵工匠国度 此次任务就是协助凯勒布林伯建造一座高塔 塔内要能融下一座前所未有的大段铁路 至于要锻造什么精品他自己还没有头绪 但他希望在春天到来之前建设好这座高塔 所以让埃隆帮忙召集一支劳动大军 埃隆提议建造工程最好寻求外族来合作 他带着凯勒布林伯从埃瑞吉安出发来到了卡扎都姆 这里是矮人的国度 卡扎都姆就是我们在指环王中熟悉的摩瑞亚地下城 这项工程寻找矮人共同建造在合适不过 可刚来到门前就遭到矮人无情拒绝待见 无奈之下埃隆向矮人发起了都林族仪式 只见大门突然被打开 埃隆被矮人送进了卡扎都姆地下城 刚进入大厅 埃隆被眼前迎入震惊堂 气势磅礴的宏伟建筑赫然引入眼 所有矮人都在高壁欢呼准备进行都林仪式 都林似是王子气势走来迎战 女人在海洋上整整游了三天三夜 却始终见不到大陆 当她筋疲力尽停下来喘气时 发现远处隐隐绰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她立刻拿出小刀做好防御戒备 当迷雾缓缓散开才看清是几个同样遇难的人类 但船上的人类大多数都反对救她上岸 这次海怪并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 正当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前方时 海怪并掉头从身后猛然撞过来 此时船上的人认为是精灵引来的恶辱 决然将她推下海里当作海怪的诱饵 在水中她发现了海怪再一次起来 慌乱中有一男人独自逃离了木屋 其余人全部遭到海怪袭击无意人生 停静过后精灵凯兰崔尔上了男人的小木筏 两人经过共患难终于放下了戒备 在互相盘问中凯兰崔尔得知男人叫哈尔布兰德 她的家乡遭到了半寿人军团袭击 听到这一消息凯兰崔尔非常激动 一直追踪索伦的消息终于有了进展 凯兰崔尔让她带路去南方之地寻找半寿人 但哈尔布兰德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去冒险拒绝了她 在漫长的漂泊中他们又遭到了一场大风暴 热雷击将小木筏披成了两半 凯兰崔尔掉入了茫茫大海不见的踪影 通过船上的麻绳发现 她被沉重物体拖入了深海慢慢地沉入海底 哈尔布兰德沿着绳索英勇跳入海里试图营救她 但怎么都解不开绑在身上的死结 慌乱中她注意到了女人身上的一把医手 两人才逃过一劫回到了海面上 风暴平息过后凯兰崔尔睁开双眼 在逆光照射下她看到了一艘大船出现在眼前 船员们通过她的尖耳朵辨别出了她是个精灵 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向她 船长决定将她带回自己的国家让上级来处理 凯兰崔尔发现自己的匕首被男人夺走 但此时她也不敢多说什么 很快他们来到了中土世界最强大的人类国度 努曼诺尔 这里宏伟的建筑令人大饱眼飞 在纸环王中阿拉贡几人也从河流中经过此地 那时候的努曼诺尔已经被洪水淹没 整个村庄的人都被伴兽人抓来当奴隶挖桶了 她发现伴兽人惧怕阳光 所以他们要在帐篷之下监督着所有人劳总 一个身材高大的背影从帐篷内缓缓走来 道路两旁的伴兽人一边呼喊她的名字 一边为她让到前行 只见一个模糊的脸庞出现在眼前 伴兽人领袖阿达尔会是索文吗 精灵阿龙迪尔被伴兽人带到帐篷下 阿达尔 随着一声阿达尔的呼喊 道路两旁的伴兽人纷纷为她让到前行 一个长着精灵耳朵面部灼伤的人来到面前 但她第一时间并没有开始审判阿龙迪尔 而是含泪将身受重伤的伴兽人安乐送走 阿达尔在精灵语中是父亲的意思 阿龙迪尔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伴兽人都尊称她为父亲 随后阿达尔用精灵语问起阿龙迪尔的身世 当她告诉阿达尔出生的地方时 她竟然能说出那里的环境 这让阿龙迪尔感到非常疑惑她到底是什么身份 也许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阿达尔选择放纵她 并且让她捎口信告诉料望塔避难的人 至于什么口信后面会揭晓 随后镜头来到料望塔避难的居民这边 他们仓促离开来到这里却忘记带上粮食 西奥带上小伙伴回到村庄进行搜罗 就在她进入酒馆之时突然天空乌云遮天蔽日 小伙伴意识到不妙赶紧拉着粮食赶回料望她 在酒馆内西奥果然遭到了半寿人袭击 在危机中她拿出断剑刺在自己的手腕上 沾了血迹的断剑突然冒出火花瞬间修复 西奥砍断了半寿人手只急忙跑了出去 她藏在水井中整整躲了一天才逃出地面 但半寿人依然还没有离开村庄 这把断剑似乎对他们非常重要 西奥只能屏住呼吸四处躲藏 半寿人通过嗅觉找到了她 半见时刻阿隆迪尔赶回了村庄救下了西奥 在回去瞭望塔的路上半寿人依然求追不舍 身后的剑语猛然向他们袭来 阿隆迪尔迅速推开西奥 她空手接住一支利剑并且做出精准的反击 此时西奥的妈妈冒着危险感来接应 随后阿隆迪尔边反抗边撤退 很快几人走出了森林 伴随出生太阳的照射下 他们终于摆脱了半寿人的追击 半寿人也只能望而止步对着他们愤怒的炮响 回到瞭望塔中 阿隆迪尔将敌人指挥官的口信告诉了布鲁温 如果拒绝妥协 阿达尔将会带领半寿人军团踏平整座瞭望塔 对抗半寿人大军人类显然毫无胜算 西奥从口袋拿出了那把神秘断剑 他很好奇为什么断剑吸了他的血会自我修复 此时一个老头走到他面前 并且露出手臂上断剑留下的伤疤 原来这把断剑是西奥从他家偷出来的 他告诉西奥这把断剑是索伦给我们祖先打造的 并且这把剑汇聚了黑暗力量 在前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流星陨落 这就是索伦即将回归的征兆 显然这个老头是坏人类祖先的继承人 当精灵埃龙被带入矮人国度地下城时 眼前一幕让他感到极为震惊 这是矮人用二十年打造的摩瑞亚地下城 几乎掏空了整座大山 宏伟建筑和景观彰显了矮人精巧工匠的水平 所有矮人都在高壁欢呼准备进行都林仪式 埃龙还没来得及向他问好 就被矮人王子藐视打断了谈话 并且即刻宣布都林族仪式规矩 这是一项考验耐力的挑战 双方举锤敲锯石 直到其中一人无法敲碎锯石就算输 如果埃龙失败将被永远逐出矮人所有领利 若是赢了王子会盛情宽败他 伴随公养号角声响起挑战正式开始 在矮人的高壁欢呼下锯石被送到双方面前 矮人王子敲响了第一招 这场挑战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终埃龙体力达到了极限 以失败告终 按照规矩埃龙将永远不能踏入矮人的领地 但埃龙要求王子都林护送他走出卡扎都母地下场 从谈话中得知原来他们两个是朋友 埃龙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欢迎他 甚至装作不认识 他直接开门见山告诉都林此次前来有求于他 都林听后突然情绪爆发道出了一切 原来埃龙错过了他的婚礼 还错过了两个孩子的出生 并且在二十年来他对矮人不闻不问 对于精灵来说二十年就好像过了一个礼拜 但这二十年却是矮人最精彩的人生 你错过了我的一生这还算什么朋友 埃龙意识到问题后真诚地向都林表达了歉意 并且要求都林给机会向他家人道歉来 从中寻找和解机会 回到家中都林警告他道歉完后 马上离开不能留下来吃饭 不准叙旧也不能打感情牌 结果刚见面妻子兴奋地就给埃龙来了个大大拥抱 并且极力要求他必须要留下来吃晚饭 看来都林也是七管炎 在餐桌上妻子不停给他使眼色让他闭嘴 碍于面子都林只好放下固执决定听一听有何事相求 埃龙直接说出让矮人一起合作打造一个大段炉的想法 并让都林向他父亲提一提这件事 可这件事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一直以来矮人和精灵存在千年仇恨还未化解 就连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瞒着自己的父亲 当矮人国王听到这个提议后 觉得这其中必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肯定你那个朋友还是对你有所隐瞒 虽然矮人现在繁荣昌盛但一定不能骄傲 显然国王不信任精灵 并且教导都林做事一定要谨慎 总之将来矮人和精灵相争必有一伤 对话结束后父子两人目光投在了一个宝箱里 箱子被缓缓打开隐隐散发出白色光芒 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小女孩不幸掉入火炕内 奇怪的是火焰还在燃烧坑里却一点都不烫 诺瑞试图想要叫醒神秘人 神秘人见小女孩没有敌意便放开了她 当她放下戒备时周围的火焰瞬间熄灭 神秘人再次倒下火焰又回到了初始状态 一时间诺瑞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就当准备回家时诺瑞却动了怜悯之心 如果放手不管她今晚必定会被狼吃掉 在诺瑞极力劝说夏小胖决定答应她把巨人一起扛回家 原来刚刚神秘人从天而降陨落在村庄 人们都认为那是一颗不祥预兆的流星 打着灯笼在周围四处观察 趁大人不在家诺瑞从村里偷偷拿来推车 他们把神秘人安置在一个小木屋内 决定等明天一早打包一些食物给她就送她上路 诺瑞感慨说到神秘人调到这里来一定是有某种原因 好像冥冥之中注定要与神秘老头结下缘分 次日一早诺瑞带上食物前来看望她 只见巨人老头在石头上刻画出一些神秘符号 似乎想起了昨晚的情景 等她平静过后 若瑞也表明了自己来意并且向她自我介绍 但不管诺瑞如何询问她都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好像短暂失去了记忆 就连自己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都记不清 诺瑞拿来霍比特人家乡的特产蜗牛给她吃 她连肉带壳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当诺瑞再次问起她来自什么地方时 只见她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出了一个星座符号 并且喊出了第一个字 此同时诺瑞的爸爸在搭建帐篷时不小心扭伤了脚 小胖急促赶来让她赶紧回家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明月一早族群马上就要迁徙了 一旦掉队意味着他们家就会遭到抛弃甚至象征的死亡 晚上神秘人仰望星空似乎在观察星座的动向 诺瑞和小胖提着灯笼前来向她道别 可她紧紧盯着灯笼散发出的光芒 这可怕的眼神直接吓得小胖将灯笼丢下地面 里面的萤火虫瞬间满天飞 神秘人低声细语和萤火虫展开了交流 随后用萤火虫在夜空上组合成一个星座符号 根据她的行为来看我大胆猜测她应该就是甘道夫 但也不排除她是五位巫师当中的其中一员 还有一种可能她就是索 诺瑞表示自己可以找到星座符号的含义 次日毛角族穿上隐蔽服装 喊起口号踏上了千玺征徒 晚上休息时 诺瑞偷偷潜入了组长的帐篷内 在小胖的掩护下 她成功拿走了组谱记载的星座符号 趁着所有人聚在一起 诺瑞将图案拿给了神秘人 她来到火堆旁试图想要寻找答案 一不小心却不料将图案燃烧了 在惊慌中推倒了毛角族的帐篷 所有人都上前来围观 忽然神秘人缓缓站起身 一声怒吼惊吓到了所有人 族长呵斥诺瑞将外族人带到这里 已经违反了族规 按照规定他们一家将会被踢出族群 次日在迁徙路上 他们家被安排在队伍中的最后 由于父亲扭伤了脚 导致已经脱离队伍很远一段距离 忽然神秘巨人从推车上走了出来 他似乎听懂了刚刚他们的对话 在神秘巨人的帮助下 诺瑞一家很快跟上了族群 这是一座建立在岛屿的星辰之岛 眼前宏伟的建筑彰显了 这个国家极度繁荣昌盛 当登岸周围的老百姓 就对他投来敌意的眼光 他们通过凯兰崔尔的尖耳朵 辨别出他是一个精灵身份 凯兰崔尔告诉哈尔布兰德 这帮人类跟你不一样 在第一纪元大战时 七你的祖先投靠了魔狗斯 而这里的人类选择和精灵并肩作战 这座宏伟的岛屿 是维拉作为奖励赐给他们的 久而久之人类开始极度精灵 并且切断了所有灵性 在船长伊兰迪尔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皇宫 并且在这里见到了 摄政女王尼瑞尔和国师法拉宗 在谈话中 女王用蔑视的语气 让精灵自保加门 介绍完后 他希望国王能派一艘船 将他送回中途 并且口出狂言表示 母门诺尔的国土 全是拜精灵所赐 一艘破船你们应该给得起吧 此话一出惊动了在场所有人 面对精灵摄政女王的态度 也非常强硬 他回怼凯兰崔尔表示 我们的祖先从未受过什么恩赐 而是亲人用鲜血换来的岛屿 就在两人谈话闹得越来越僵硬时 哈尔布兰德淡定自如 站了出来打圆场 表示我们可以在这里留上几天 这样可以给你们充足时间 来权衡要不要提供帮助 女王和国师商量后 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但前提要求他们 只能在宫殿范围内活动 会议结束后 哈尔布兰德给伊兰迪尔来了的大大拥抱 原来当当在拥抱时 他将凯兰崔尔的配件偷了回来 这敏捷的身手 又让凯兰崔尔重新审视眼前这位男人 米瑞尔私下找到船长伊兰迪尔质问他 为什么要把精灵带到这里 你是不是叫伊兰迪尔 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这样的质问让伊兰迪尔听出了话中之意 他如实回答在精灵语中 我的名字是精灵之友的意思 但并不代表我会站在精灵这边 是大海把他冲到我的船边也是大海的旨意 竟然表明了忠诚女王决定派遣他执行一项任务 让他紧盯着凯兰崔尔的一举一动 在暗中监视凯兰崔尔时 他还是违背不了自己的意愿 他用精灵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凯兰崔尔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说精灵语 伊兰迪尔告诉他在他们老家 有很多人都会说精灵语 随着反精灵时代到来 贵族们都抛弃了精灵语言 只有忠实派的人依旧保留这个传统 直到现在老家的大图书馆里 仍然还在教授精灵语言 凯兰崔尔要求伊兰迪尔带他去图书馆看一看 在前往图书馆的途中 几个努曼诺尔的风景又让大家大饱眼福 当他们来到图书馆时 凯兰崔尔第一时间画出了索文那个标记 并且让管家帮忙查一查 有关这个标记的一切线索 在等待过程中 他们来到一幅油画面前欣赏 画中描绘的人物是一对孪生兄弟 左边的是埃洛斯 右边的是我们熟悉的埃隆 随后馆长找来了索文标记相关的资料 这是从伴授人地牢中一个人类间谍取出的一份报告 凯兰崔尔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印记 通过图案对比他发现地牢图案和索文的标记一模一样 这是南部之地的山脉地图样貌 从报告下方还有一行黑暗语 除了提出地点还讲述了一项计划 他们将在南方之地建立自己的黑暗王国 一旦魔狗斯战败 这项计划就会由他的继承人索文来启动 凯兰崔尔看到这个计划吓得直接后退警 这个未来局面比他想象中还要糟糕 原来索文并不是窝藏着 而是在南方之地秘密重建黑暗势力 除此之外凯兰崔尔还要在这里寻找另一个线索 在先前漂流时他注意到哈尔布兰德身上的挂坠 他想通过挂坠去调查一下哈尔布兰德到底是什么身份 而哈尔布兰德这几天在岛上四处乱过 他并不想离开鲁曼诺尔 来到铁匠铺想要谋取一份铁匠工作 伙计告诉他想要在鲁曼诺尔锻造钢铁 前提必须要获得工会的徽章才能入行 随后他跑到外面四处和居民套进口 在这过程中他偷走了一名铁匠的资格徽章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哈尔布兰德有几个特征与索文非常相似 第一他对锻造有着浓厚的兴趣 第二他擅长用语言来哄骗人并且有偷东西的习惯 种种表现来看哈尔布兰德很有可能就是索文 很快他的行迹就被铁匠发现了 他并没有狡辩而是和当地人打了起来 果然他单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几个状况 看来他是有意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 最后他还是被官兵关入了牢狱 凯兰崔尔带着调查结果来到监狱探望他 并且直接爆出他的真实身份 原来你胸口上的徽章是南方之地王族的标记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南部之地国王的继承人 哈尔布兰德摸了摸自己胸前的徽章 他没有表示承认也没有否认 凯兰崔尔想要招他入火一同回到中土去抵抗黑暗势力 有了人类领袖就能号召集结南方之地的百姓 另一边摄政女王弥瑞尔来到高塔找到他的父王 告诉父王那个精灵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害怕到来的那一刻要来 这两句话的含义我猜测是一种预言 精灵突然出现在努曼诺尔预示着黑暗势力已经来临 正在做着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他们今晚就要出发势必要踏平整座精灵瞭望塔 在阿达尔的带领下半兽人军团排起了长龙队形 他们高举火把带着工程锤来到了瞭望塔 大战一触即发 激动的我反手就给半兽人点了个赞 当阿达尔推开大门时却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立刻下令手下全方位地毯式搜查 在搜查过程中阿达尔赫然发现石雕上插着那把断剑 这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把索伦残剑 搜查一圈过后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忽然上方一只利剑猛然袭来干倒了一个半兽人 精灵阿龙迪尔从暗处出来打响了第一跑 一个人要如何抵抗半兽人军团 只见他点燃火种拉满弓一剑射在烽火台上 加固的缆绳被烧断烽火台瞬间开始轰然坍塌 阿龙迪尔从白米高跳下城门一脚将大石头踹下 提前布置好的装置立即启动关闭了城门 所有半兽人都被困在高塔下面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坍塌的石块瞬间滚落山下又压倒了一片外围敌人 看到这一幕远处的村民激动的大声荒火 没有牺牲一员伤亡就把奥克军团打落山下 短暂的胜利并不能代表完全脱离的危险 山下依然还有大量半兽人陆续赶来增援 趁着白天他们需要开始武装力量 村民们分工合作布置好陷阱 做好一切防御措施 一旦太阳落山半兽人军团将会杀入村庄 晚上西奥在酒馆内担负其保护老弱妇孺的安全众人 所有年轻的村民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 等待半兽人的到来 远处的火光长龙队形一望无际 半兽人的数量多到难以估量 所有人都按照计划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浩浩荡荡的半兽人已经来到了村口 关键时刻布洛温紧张到手啄嗦打不着火 刚开始就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半兽人打着火把来到布洛温身旁搜查 危机时刻他临危不惧拿起镰刀 呐喊一声冲了出来 伴随第一个村民倒下 布洛温用镰刀从身后发起突袭拿下一杀 随后捡起地上的火把点燃了车上的稻草 另一人砍断绳索让推车堵住了半兽人前进方向 正当半兽人还在嘲笑没有伤害时 身后又来一辆推车堵住了他们的后面 半兽人被夹在火焰中间没有了退 随后埋伏在屋顶的弓箭手纷纷出来尽情收割 半兽人很快就突破了防线 他们带着工程锤朝着酒管去 奈何半兽人的数量远比他们多出数 一个倒下接着一个陆续而上 就在工程锤马上就要落位时 埋伏在道路两旁的老百姓突然杀出 他们高喊着要为南方大帝尔斩 双方展开近战搏杀 老弱妇孺在酒馆内都能听到家人们的凄惨哀嚎 站在屋顶打掩护的弓箭盒 快被兽人从屋顶转下 阿龙迪尔迅速爬起一下干掉一人 还没缓过神来就被身后的大块头盯上 一手将他抛飞数十米 半兽人昂首挺胸气喘喘 向他走来没有打他放过 面对身材高大的半兽人 即便阿龙迪尔再怎么花拳袖腿都打不出一点伤害 他拿起地上的铁器疯狂扎在半兽人腿上 最后刺中了半兽人的眼珠 就算变体鳞伤半兽人仍然没有倒下 他掐着阿龙迪尔的脖子将它束缚在井口边上 他用尽全力想要拔出铁器做出反击 但半兽人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眼珠里流出黑色液体滴在他的嘴边上 手中的铁器马上就要穿透他的眼睛 阿龙迪尔离死亡还差0.01毫米 关键时刻布洛温从身后猛然突袭救下了他 阿龙迪尔吓得直接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来 此时村民们的欢呼声也在同一时间响起 他们终于保护住了自己的家人和土地 就当所有人都在庆祝胜利之时 阿龙迪尔看下地面的尸体突然发现有些异常 他很疑惑为什么半兽人的血是鲜红色的 所有人都知道半兽人的血液都是黑色 当他掀开盔甲才发现眼前的敌人竟然是自己人 原来在开战前村里那位坏老头带了一批人去投靠了阿达尔 他们以为阿达尔就是索伦并且宣誓对他效忠 所有人都中了他们的鬼 真正的半兽人军团才刚刚开始进攻 剑鱼猛然袭来一下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布洛温被一剑射中了胸口倒了下去 阿龙迪尔抱着他下令所有人撤回酒馆内 现在必须拔出身上的剑药及食之血 村民们堵在大门口都为他争取时间 阿达尔再次带领半兽人军团将酒馆围了解 所有人都认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半兽人举着工程锤开始货 每一声撞击都让人胆战心惊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与此同时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援军 凯兰崔尔带着努曼诺尔的将士们正在飞速赶来 凯兰崔尔带着努曼诺尔的将士们 十万火急地奔赴战场 半兽人军团已经将整个村庄团团包围 全村的人都被困在一个酒馆内 就当他们认为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时 骑士们伴随清晨第一缕阳光冲进了村庄 速不及防地攻击一下将半兽人打得惊慌失措 场外摄政女王允许了伊歇尔渡加入战场 此时他的爸爸伊兰迪尔连人代码被半兽人拽于马下 伊歇尔渡以最快速度冲锋而来还是没能赶上 关键时刻被南方人类王国继承人哈尔布兰德救下 酒馆内的精灵阿隆迪尔也冲了出来和他们一起奋抗杀敌 在拼杀中阿隆迪尔认出了凯兰崔尔是北方军指挥官 他告诉凯兰崔尔阿达尔是半兽人的首领 凯兰崔尔骑着战马追逐了上去 哈尔布兰德拿起长枪紧随其后 在森林中两人上演了一段精彩的追逐戏 最终阿达尔被前后夹击在中间 哈尔布兰德用一个侧身卡下马脚将阿达尔打落马下 摔倒的第一时间他爬过去想要拿起断键 被哈尔布兰德一箭刺穿了手掌心 奇怪的是哈尔布兰德惊让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显然俩人之间必定有不人为之的隐情 哈尔布兰德想要一枪结束他的生命 但被凯兰崔尔阻止 他将阿达尔带回村庄开始逼问他所闻的消息 在审问过程中得知他是一个堕落的精灵 也是被魔狗斯折磨改造过的初代伴兽人 阿达尔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他们更喜欢称自己为乌鲁克族 据他了解索伦正在试图打造一种不可现实的力量 为了帮助他实现愿望 阿达尔已经为他牺牲了足够多的孩子也就是伴兽人 所以他已经将索伦杀死了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凯兰崔尔根本不会相信他 伴兽人也是一种生命群体 阿达尔只想给伴兽人创造一个家园 他表示这片南方土地本该就属于他们 凯兰崔尔告诉他这种族群的存在本该就是一个错误 哪怕伴兽人逃到天涯海角他发誓要斩草出根 阿达尔表示看来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被黑暗所改造的精灵 你凯兰崔尔也不过如此 这一句话直接激怒了凯兰崔尔的内心 当匕首架在他的脖子时 却被哈尔布兰德阻止了他鲁莽行为 两人彼此诱救了阿达尔一命 就在两人准备出去时阿达尔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话 但哈尔布兰德并没有回答他 庆功宴会上摄政王弥瑞尔向南方人类公布了哈尔布兰德的身份 他就是南方之地国王的合法继承人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流露出非常激动的表情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等待失踪已久的国王回归 百姓们都热泪盈眶向南方大帝国王高举酒杯致敬 凯兰崔尔将追回来的断剑还给了阿隆迪尔 阿隆迪尔又将他还给了西奥 当他打开包裹赫然发现断剑已经被人调包 村里的坏老头按照阿达尔之前下达的密令来到索岩口 他将黑剑插入了索岩扭动了开关 只见山上的大坝突然地动山摇 羞涌的洪水急促直流山下 远处的末日火山突然浓烟滚滚乌云密尔 天空中喷出的岩浆四处乱射 整个村庄的人即将面临一场灭食灾难 末日火山突然喷发 强烈地冲击波一下席卷了整个村庄 天空中喷出的岩浆飞速陨落在每个角落 顷刻间整个村庄如同人间炼狱变成一片火海 人们在灾难面前四散逃命寻找生机 远处的乌云夹杂着闪电以每秒300公里速度席卷而来 所有人都在躲避灾难 唯独凯兰崔尔站在原地陷入了沉思 原来这一切都是村庄的一个坏老头搞的 他拿走了那把索轮断剑打开了洪水大路 汹涌的洪水急促直流山下 洪水通过半寿人提前挖好了地道直通末日火山 大量的河水冲入了火山内部 从而才引发了火山喷发 伴随乌云夹杂着熊熊火焰猛然起来 凯兰崔尔闭上了双眼坦然接受了结局 灾难过后他从漫天烟尘中醒了过来 此时的天空已经变成了一片红暗色 整个村庄一片狼急哀嚎声不断 幸存的人们在废墟中展开了救援 伊西尔渡和女王冲进了一栋被燃烧的木屋去解救同伴 当人员被救出后房子突然坍塌 伊西尔渡被困在废墟中不知生死 他的父亲正在焦虑地盼着儿子能够安全回到营地 可等到最后只看见儿子的同伴带着女王归来 在回去的路上 摄政女王问他还要走多远眼前的烟雾才能散去 伊兰迪尔惊讶地察觉到女王的眼睛被浓雾弄下了 女王让他牵着马继续前行 叮嘱他这件事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来 另一边凯兰崔尔带着西奥正在赶回营地 晚上他们为了躲避半兽人搜查只能停下脚步休息 果然半兽人打着火把闻着气息而来 两人只能躲在暗处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 次日两人安全地回到了营地 在这里西奥见到了妈妈和阿隆迪尔 而凯兰崔尔第一时间来到了女王面前 他单膝跪在女王面前表达了真诚的歉意 凯兰崔尔回到帐篷中发现哈尔布兰德也身负重伤 这种伤势只有精灵族的药才能挽救他的性命 凯兰崔尔决定带他回到精灵领地治疗伤势 另一边埃隆再次找到矮人都灵王子 告诉他精灵族需要秘营的光才能在大陆延续生命 整个精灵族的命运就掌握在都灵手中 虽然都灵答应帮助 但是还要经过他老爸的同意才能开采秘营 都灵带着埃隆来到了矮人国王面前说明了一切 他请求国王允许精灵开采挖秘营 为了换取秘营矿的使用权 埃隆对国王开出了一个极为心动的交换条件 他们愿意付出五个世纪来为卡扎都母供应所有生活物资 这项合作的周期长达五百年 在巨大的诱惑下矮人国王依然没有答应他 原因是精灵和矮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种族仇恨 国王始终都不会信任精灵并且对他的动机产生了疑心 无奈埃隆只能向都灵挥手道别 他双眼含泪表示自己爱莫能主 临走前埃隆将秘营的样本还给了都灵 他气不成声坐下来看着秘营内心无比愧疚 然后随手将秘营丢在一片枯萎的树叶边上 都灵赫然发现精灵树叶竟然恢复了生机 看来埃隆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不能看着精灵朋友面临种族灭亡之灾 于是叫回埃隆背着国王偷偷来到矿洞进行开采秘营 很快他们挖到了一条巨大的秘营矿坑 还没来得及庆祝国王已经站在他们面前 埃隆被国王逐出了卡扎多姆 都灵遭到父亲的责骂 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执 他指责父亲目光短浅思想守旧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放不下两族之间的仇恨 国王一气之下将都灵脖子上的族灰摘了下来 回到家中妻子安慰他 并且鼓励他要坚持立场继续跟老爷子距离力争 国王将这片树叶随手丢进了矿坑内 并且吩咐手下将整条矿脉全部封印起来 伴随树叶缓缓飘落来到矿洞最深处时 一只研磨突然苏醒 矮人的卡扎多姆地下城即将遭到毁灭 老头将受伤的手放入水中 吓一了他的手竟然结成冰迅速往身上开始蔓延 小女孩想要阻止 却不料自己的手也连着一块结成了冰 神秘人嘴里喃喃念起了咒语 原来他们在迁徙途中 诺瑞遭到了坐廊追击 神秘人挺身而出救下了小女孩 他用一掌机在地上掀起了空气冲击波 将坐廊驱赶 也因此他的手臂受到了重伤 但被冰块侵泡过后 他的手臂又恢复如常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法术 通过刚当的遭遇 他的脑里似乎响起了碎片化剂 但仍然还没有想起自己到底是谁 因为救了诺瑞 霍比特人正式接纳了这位半途结伴的老头 经过长途跋山涉水 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但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果实 也遭到末日火山喷发的岩浆摧毁 这一趟远途迁徙就要白走了吗 众人把目光纷纷看向了神秘老头 认为他一定有办法拯救这片树林果实 诺瑞让他把眼前枯死的苹果树修复 只见他摸着树皮喃喃念起了咒语 苹果树没有复活反而砸伤了一个小女孩 所有族人又开始从新省市眼前这位神秘人 族长单独找他谈话 并且把那张神秘标记纸递给了他 让他独自离开去远处人类居住的地方寻找答案 临走之前诺瑞给他送了一个大苹果 从这一刻起神秘人和霍比特人分道扬镳 等第二天一早醒来 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枯萎的树都盛开结果 这些果实足够霍比特人过上整个冬天 然而小胖在湖边打水时却发现了一个大脚印 吓得他把水桶丢入水中连忙回去告诉了众人 水桶随着河流飘下了山 被几个身穿白袍长相面目争鸣的女人捡到 这无疑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晚上他们来到了霍比特人的营地 躲在暗处的诺瑞也发现了有外族人入侵 他们手指着神秘老头离开的方向而去 显然他们是在追踪神秘老头 诺瑞担心老头会遭到危险 急忙跑出来指了一条反方向的路给他们 就当他们想要对诺瑞下手时 他的爸爸带着火把急促赶来将他们驱赶 女人并没有说话而是将火焰吸收在自己手中 然后一口气吹出熊熊火焰 将霍比特人营地全部烧 一向热爱和平的霍比特人第一次遭到外族人袭击 整个冬天的粮食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当所有人都在垂头丧气抱怨 使诺瑞带来神秘老头才引发祸害时 他的爸爸第一个站了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他认为神秘老头绝非是坏人 而诺瑞也决定要离开族群去寻找神秘老头 提醒他这三个可疑的白衣女人正在寻找他 霍比特人天生善良 诺瑞的做法得到了族人的认可 小胖第一个站了出来要和诺瑞结伴前行 为了小孩的安全组长和他的妈妈也加入了其中 几人一起踏上了寻找神秘老头的路程 镜头来到南部之地 阿达尔向伴授人宣布 他们已经可以摘下太阳斗篷和头盔了 太阳的光已经被末日火山的乌云遮罩 所以现在的烈日灼烧不了他们的体肤 而这片废墟在未来将会成为他们的魔多领地 在纸环王中我们可以看到半兽人在乌云的遮罩下 就算白天也可以自由行军 神秘老头穷的只剩下一个苹果 看着手上的苹果他陷入了沉思 忽然一个身穿灰袍的人影从他身边一闪过 他紧追而来一个不小心却半倒在地 掉落在地上的苹果也被神秘人拿走 当他上前仔细观察时 却发现灰袍下的女孩竟然是他认识的霍比特人诺瑞 可下一秒诺瑞竟然变成一个面目猙獰的陌生人 紧随而来的还有两个白袍女人将他团团包围 就当神秘老头感到惊慌失措时 当他上前来到神秘老头面前想要下手时 躲在暗处的霍比特人不停向他丢石头进行干扰 他来到火堆旁徒手抓起两束火苗 然后施展法术将周围的树木燃烧殆尽逼他们献行 顷刻间周围一大片森林火光冲天 霍比特人没有了藏身之处 只见诺瑞拿起地上的法杖递给了老头 可神秘老头让诺瑞离他原点否则自己会伤害他 因为白衣人已经公过了自己真实身份 他就是所谓 诺瑞坚定地告诉他身份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 他告诉神秘老头相信他是个好人 就当三个霍比特人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时 神秘老头手持法杖再次挺身而出 他似乎已经恢复了些许记忆 他用光源法杖将三位白衣人控制并且照住他们真身 然后将他们化成飞蛾打回了幽灵世界 从当当白骨的真身来看 他们的身份应该和九个戒铃一样 他们是来自幽界的亡魂并且已经投靠了魔狗斯 伴随他们的离开森林里的火焰也瞬间扑灭 为了能找到剩余丢失的记忆 神秘老头必须要回到鲁恩之地 来恢复利亚 诺瑞问他伊斯塔尔是你们的种族吗 神秘难告诉他伊斯塔尔是智者也是巫师的意思 从这句话当中已经揭晓了神秘老头是麦雅身份 以我了解他应该就是挥袍巫师甘道夫 因为除了甘道夫和霍比特人有过接触 其余四个巫师都没有来过霍比特人这里 有人说在原著中 甘道夫在第二纪元才来到中途 但也不能排除剧组会把这个重要角色强加入进来 从打斗场面来看他的法术已经非常相识 甘道夫的形象已经深深映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或许这样的安排更能捕获观众的情怀 回到营地中 诺瑞向大家宣布自己要离开族群 他要跟随神秘老头一起踏上鲁恩的冒险之旅 世界那么大 他想出去看一看 这一段像极了甘道夫邀请比尔伯去参加冒险之旅